Hey guys,我是Kel,很久沒跟大家做Q&A了 對上一次已經說了兩年多前做了 所以覺得也是時候再做一個新的Q&A 來解答大家新的問題 可能有些朋友已經看到我在社群貼文出了一個Post來收集問題了 因為什麼解救還要拍了一條影片來收集呢? 事關我問過Google的職員 他們就說社群貼文的觸及率、演算法 都跟影片的觸及演算都很不同 所以我為了收集更加廣泛、更加全面的問題 我就兩邊都問了 我要了些問題 然後再在裡面選一些好的問題和很好的問題來解答 這條影片就是說什麼廢話? 當然不是 我更加想知道 如果有看過我上一條Q&A的朋友 到底你們還想不想我在這條影片繼續延續這個滑腳 或者叫做答錯線的這種玩法 未看過的朋友可能看一看就知道說什麼 看過的就可以直接在留言反映你的看法 我就會根據大家的看法作為決定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公佈的 就是如果有些很好的問題 我還想親身用信的形式手寫給你 如果你想收到我親手寫的信去解答你的問題的話 麻煩你在那些問題外面加回中括號 如果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真的會寫信寄給你的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就儘管留言 或者如果你還想看到我在新的Q&A裡面 有什麼新的玩法都不妨留言提出 再見 有些問題可能會比較容易黃標 那我就免得放在正式的影片裡 我就會另外抽出來再回答給會員看 對了,會員限定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Q&A 就可以加入會員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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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